现在传出国民党已经拍板 由新美市长侯友宜来出战 2024的总统大选 不过侯友宜要找谁来搭档 才能将胜选几率提升到最高 郭台铭 柯文哲都不可能 点头当副手 放眼国民党内台中市长 卢秀燕 女性专业又有亲和力 被前立委身负雄点名 是无懈可及的最佳人选 2024如果推出侯卢沛 简直是国民党的梦幻组合 如果在加码连副手都落跑 未来补选经费跟空缺更是惊人 希望国民党三思 不要带头作乱 绿营攻击落跑 我想赖清德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绿营立委大三侯卢沛配 是最强落跑组合 但良人的实力真的不容小觑 侯友宜是北北基陶领头羊 包含宜兰县长林姿妙也挺侯 而卢秀燕筹组的 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一共南瓜中部八个县市 侯卢搭档影响力足够撼动 超过半个台湾 不管是侯市长也好 或者卢市长也好 他们从他们的真正的 这个政绩的上面呢 其实已经验证 他们是具备的领导人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跟资格 如果最后提名的是 侯友宜配卢秀燕 当然新北市跟台东市长 一起落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国际跟两岸关系 他们也毫无论述的前面的基础 所以对国际社会来讲 以及国内的社会 并没有任何的信赖感 要促成侯卢配 等于新北台中 两个直辖市长都无法坐满 引发的落跑争议 恐怕也是一加一大于二 加上卢秀燕早就表态 不会选2024 也不会当副手 让两人联手挑战总统大卫 成为最梦幻 但也最虚幻的组合 欢迎新闻 吴怀汉王一德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